最近我们就看到电视台影剧界 那个演犀利人妻的小三的那个水狗牛 竟然也得了乳癌 所以一边切除了 我记得她是身材还不错 所以当然她很勇敢的 接受化疗的时候也主动发布新闻 当然她是说很多人问 你就拍拼了为什么 你要让人知道 这样有影响 但是犀利人妻的小三这个女演员就说 她希望更多人来预防乳癌 所以我们现在更年转 是国泰综合医院一般外科主治医师 蔡新田蔡医师 一声一声 你好 余燕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医师是这个 做过很多一般外科乳房手术 也常遇到 那要先请教医师 看到这个报纸上这个案例 她是不是乳房摸到硬块 就是得了乳癌吗 乳癌有哪些前兆 让大家可以预先预防呢 应该这么说 其实临床上很多病人来门诊的时候 会说自己摸到硬块 那不是说你摸到硬块就是得了乳癌 而是你 假设你今天摸到了一个硬块 你应该来赶快来挂 我们乳房外科的门诊 那我们医生会做很详细的理学检查 那还要做一些影像学检查 去看看说你这个硬块呢 它只是一些平常的一些变化呢 生理性的变化呢 还是说它真的是一个肿瘤 那肿瘤当然有分实心的 或者是里面是有积水之类的 那简单的说 你可能会去分良性肿瘤或恶性肿瘤 那一旦当我们怀疑有恶性肿瘤的时候 那个才是比较考虑说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乳癌这样 了解 就是有时候硬块也可能是里面淋巴肿 是不是啊 那也会有淋巴吗 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有些人会随着月经周期啊 因为女性荷尔蒙的刺激啊 会造成乳房比较肿胀不舒服 它其实会摸起来有一些一块一块的感觉 那有时候临床上我们会叫纤维囊肿的变化 基本上这个都不用干净 对 他们乳癌有什么前兆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最近就是得了是原胃癌 那怎么发生的呢 就是他发现 既然分泌了黄色的液体 后来流血出来 吓死了 所以赶快去检查原来是原胃乳癌 好险就赶快就做化疗吧 是不是 那医师乳癌有没有前兆呢 其实像我觉得像你主持人的朋友运气很好 因为他有那个乳头出血 然后提醒他去看 那绝大部分的乳癌是没有前兆的 要靠什么 要靠定期的检查 定期的追踪检查去找出来 比较有机会找到早期的乳癌 那所以呢 国民健康署他有提供45到69岁的女性 每两年一次乳房摄影检查 但是因为国家有这样子的筛检政策 那很多人就以为我只要两年做一次就好了 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子 其实乳房至少从30岁以后的女生 至少一年要检查一次 对但是国家补助的这是乳房摄影 天啊你让蛮丰满的小姐 乳房摄影就是把它压扁 从3D变2D的概念 那个真的很痛耶 所以很多人就不喜欢做这个 想说做这个超音波检查就好了 是两者都要做吗 那医师你怎么看呢 基本上乳房 我临床上会跟别人说 乳房摄影跟乳房超音波 它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工具 在评估乳房 那没有一个工具是百分之百的 我们用两种工具去做筛检的时候呢 可以提高我们筛检的成功率 就是说假设你今天真的有一个 很小很难看出来的病灶的时候 有时候你就是靠两种检查 去交替互相辅助才能看出来 那当然你要更进阶版的 更进阶版的就是做乳房的 核磁共振检查 那核磁共振基本上绝大部分 健保是没有给付的 可是其实核磁共振这个东西 通常安排上跟检查上会比较耗时 那乳房超音波和乳房摄影 相对是比较简单的 那当然他们都是非侵入性的检查 只是说以目前以健保的给付 跟我们临床医师 平常看门等这样的安排来讲 超音波跟摄影其实最方便 那其实现在很多医院 已经陆陆续采购那种 比较不会痛的乳房摄影的机器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因为有病人很厉害 他们都会到处去 说哪里有那种不会痛的摄影 有吗 你们国泰有吗 我们有采购 太好了 所以就是要检查 就可以去找蔡新田医师嘛 对不对 可以 好那乳癌是后天造成的因素 比较大啦 哪些人是乳癌的高危险群呢 乳癌的耗发年龄有什么时候 像我刚刚讲到我那个朋友 他就是他妈妈也是乳癌 所以他也正好 也就是躲了乳癌 现在他妹妹紧张了 妹妹也好会赶快去做检查 虽然妹妹才二几岁 所以这个乳癌是后天还是先天的呢 其实后天当然会有一些 相关的影响的因素啦 包括说可能我们会讲到说 有时候有些会觉得说 比较慢生小孩的啦 或者是比较早开始 惊奇的或比较晚停经的啦 那当然还有一些做过相关治疗的 那其实先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会讲有一些家族的遗传史 我刚刚讲 我们国民健康署的筛检计划是从45到69岁嘛 但是如果你的三等期内有得过乳癌的 我们会把这个年龄提前到40岁 因为以目前国建署的统计 台湾的乳癌的耗发年龄期是在45到64岁 比国外国外大概到50到55岁以后才是一个耗发期 台湾的耗发年龄期比较早 所以我们才把这个筛检的标准定在这边 那哪些人 哪些人是乳癌的高危险群 包括家族史 就是家里有人得过乳癌的 妈妈 阿姨 姑姑 奶奶 外婆这些 那可能有一些以前的乳房检查 有一些不正常的细胞增生 那比较晚生小孩的 不过现在的人大概这一点都很晚生 每个都晚生 这个很常见 所以就是提醒自己一定要定期做检查 那另外就是有些是病人是 比如说他可能以前卵巢癌啊 或子宫内膜癌啊 甚至乳房相关这个附近有做过放射线治疗的 那这个都会影响 那关于口服避孕药 大家会比较担心口服避孕药的部分 其实口服避孕药研究是说 因为你也不可能说吃十几年的口服避孕药 那基本上口服避孕药在停药的6到1年内 他那个药效慢慢就会代谢掉了 所以他相关的那个影响的风险不会那么高 那另外就是提到说 更年期荷尔蒙的补充 那其实去看妇产科医师 我们这个荷尔蒙的补充也是短期的啦 但是有些人会把他吃到很长 超过十年其实相对的 他那个暴露女性荷尔蒙的时间越长 所以他暴露时间越长 他得乳癌几率越高 乳癌的报告是 你吃超过十年的荷尔蒙补充 他的乳癌罹患几率会提高到22%以上 那比还蛮高的耶 对 其实还要提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抽烟 会吗 抽烟会增加 抽烟是所有癌症的致癌因子 不管哪一个癌症都一样 不是只有肺癌 它是所有癌症的致癌因子 因为它会影响整个血管啊 血管的生生啊 然后影响整个内分泌系统 其实都会有相关影响的 很多的妈妈她们就是每天在厨房油烟之中 这跟吸二手烟是同样的道理吗 还有为什么女性 其实油烟跟那个抽烟 它那个烟是不一样的 它那个分子是不一样 还有那个尼古丁跟脚油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台湾的女人比国外 得乳癌年龄更低呢 这是什么道理 这个不知道 这个可能大家好像还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定论 就是统计 从很多年前我们就统计看到这样子的呈现 那在想说是不是跟饮食西化啊 或者是跟开始大家比较晚生 整个西化的生活有关系 但是好像目前没有学界没有看到一个定论 只是说我们有观察到这样子的现象 是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女明星安杰丽娜琼 她说她加得乳癌率是99% 所以她事先做预防性的切除 天啊她那么漂亮 她身材是完美的 以前演那几个动作片的时候 都是穿紧身的 但如果连安杰丽娜琼都先做这个事情 那如果台湾家族有乳癌病史 您也会在台湾帮这样的 有乳癌病史家族的女性 把她事先先切掉乳房吗 基本上是这样 不是家里有人等过乳癌的乳癌病史 就是要做预防性切除 而是我们会去做基因检测 安杰丽娜琼她是有做所谓的基因检测 她有我们可能很多听众 大家都会知道说所谓的Blocka 1 跟Blocka 2 这是两个很有名的 关于乳癌相关的基因 那如果身上带有这两个基因 基因的其中一种 他们得卵巢癌跟得乳癌的几率 都会超过八成以上 那势必就是一定会得到这个癌症了 所以她才会去做预防性的切除 那像安杰丽娜琼 她是做过卵巢切除 她后续才去做乳房切除 那在台湾当然也有带 这两个基因的家族 我们会跟病人考虑做预防性切除的案例 大概就是说你有家族史 而且你有去做基因检测 确定带有这个基因了 我们才会考虑给病人做预防性的接触 这样子比较符合 应该讲说符合医疗的伦理跟常规这样 那么医师你有帮这样子预防性切除有做过吗 那在台湾你接触到最年轻的乳癌患者 就在你临床上面你遇到的是几岁 我临床上我上个礼拜才诊断一个25岁的 好年轻耶 她的人生才开始乳玫瑰花般绽放 那她是第几期呢 她理论上应该是第零期 她运气很好 因为她你要讲她运气好吗 也算不幸中的大幸啊 对因为通常年轻的乳癌都是比较晚期的 甚至是第三期第四期才被诊断出来 因为年轻人你不会想说我会得乳癌 因为太年轻了 那她为什么可以在第零期就诊断出来 因为她是我的老病人 那一直都在门诊有规则的追踪检查 那原来就有 就在前一两年的时候 我们有做过一个手术 小小的手术 那时候就有看到她的那些乳房肿瘤细胞 有一些非典型的病变 所以我们就会特别再去注意说 她有没有哪些地方有些什么变化 就会很仔细的再去做比较 因为她有以前的检查的结果 那我后续在追踪的时候 只要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 我们就可以马上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那切片下来就确实是原胃癌 那所以后续再接受手术治疗 这样子她需要 基本上像原胃癌的病人 就不需要做化学治疗 那相关的对于生活的影响 就会轻很多 不过对于心理的影响 还是很需要支持 是 那请教医师 你刚刚讲了几个 一个是乳房的核磁共振 还有刚刚的基因检测 这些是不是都自费呢 费用是不是都万元以上 是 基因检测的价钱 我有点忘记了 这个都上万块了 那核磁共振目前 因为量 大家量跟各个医院在做 然后机器的引进跟使用 现在相对就比较便宜 会在一万元以下 那看每一家医院 它的机器的采用 跟那个医院的成本 去分析的话 它的价钱也是不太一样的 是 那么如果不幸得到了乳癌 临床上面医师会给他 拿几种的治疗方式呢 基本上乳癌 目前的治疗 还是以手术治疗为主要的治疗 那后续会配合上 很多辅助性的治疗 那这些辅助性的治疗 可能包括 我们常听到的化学治疗 放射线治疗 荷尔蒙治疗 标靶治疗 免疫治疗 那这些辅助治疗 会跟着每一个 肿瘤细胞形态的不一样 然后跟每一个 病人的情形不一样的时候 去规划出一个针对个人的 个人化的医疗的模式 所以不是说同样 不是说我同样 我假得了乳癌 疑得了乳癌 他们都是第一体 治疗模式是一样 并不是这样子 而是我们有很多 因子去分析的 因为其实会有很多相关的 检测去分析说 怎么样子的治疗 对这个病人是有效的 所以其实就像现在 在做所有癌症治疗 我们都希望针对个人化 去设计出一个疗程这样子 那手术治疗 当然就是包括了乳房 有些人需要的做的是 乳房的全切除 那有些人可以做 乳房的部分切除 那一般来讲 乳房的部分切除 就会跟着要做放射线治疗 绝大部分是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更新一步的 有所谓的微创手术 微创手术就是乳房 全切除之后 我们用内饰镜 或者是用机器人手臂 辅助的方式 去做乳房的全切除 然后直接再做重建这样 就是外面表皮 没有动到吗 从各自卧进去吗 而且我们把刀疤 藏在那个 比较不明显的地方 是 所以即便它切除了 外形也都看不出来 现在已经进步到这样了 可以看起来几乎 你不一定能够知道 它开过日外手术这样 对 那么它的伤口跟术后照顾呢 因为传统早期的 龙乳手术 我看过电视台上 名嘴在讲 吓死人 就痛得要命 每天都还要按摩 而现在呢 如果像您所说的 吹熟乳房之后 那又立刻进行重建 外面都看不出来 会不会每天都在按摩 是不是也会很痛呢 这个是不能按摩的 那个 以前啊 以前那种等型外科 他们在做 那个龙乳的手术 需要按摩 是因为台湾人喜欢 柔软的乳房 所以需要按摩 像那个国外很多女明星 你会觉得她们 好像很挺的样子 那个就是不用按摩 它就硬邦邦的卡在那里 那不就像两颗石头吗 魏国人喜欢这样啊 所以但是现在 乳癌的这种重建手术 现在不是宣传上都说 很厉害啦 就是也都有柔软 也都不必按了 是真的吗 对 因为其实应该这么说 重建手术有分植入物的手术 就是我们会放 那个比如说 最近很流行的 所谓果冻细胶啊 或摩迪 这种植入物的 就是龙乳 平常你在 外面整形外科 在做龙乳这样 那另外有一部分是做皮板 日体皮板移植 那皮板移植的话 可能会拿后背的皮板 或者拿腹部的皮板 那像就整形外科 他们的观察来 他们觉得说皮板 看起来最漂亮 最自然 因为柔软度 因为是用自己的 自己的身体的组织来 那我从 从我以前 二十几年前当作业医师 我们就说这种叫 腹部的皮板 这个手术叫做 那个龙乳缩小腹 听起来很好 整个部份会变平的 一减二口 对 重建有不一样的方式 当然 就是每一个重建的方式 都适合每一个病患 是 就是要看临床的讨论了 那他所需的费用 当然也是不一样 费用很贵吗 很贵吗 很贵 最贵的皮板嘛 皮板对 皮板比较贵 皮板大概要 二十五万上下 是 果冻呢 果冻会比较便宜一点点 可能要看 果冻比较便宜的话 因为要看 要做一阶段 还是两阶段 那因为每一个病人 适合的状况不一样 所以他们出来的价钱 也会不太一样 可能十五到二十万以上 了解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国泰综合医院 一般外科主治医师 蔡新田 蔡医师 这么精彩的分析 让我们真的学到很多 谢谢医师 拜拜 谢谢 拜拜